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此前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声称 在国际体系中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旁 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针对这一言论 新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谭森回应称 美国企业不想成为食客或者是食物 而是期待和中国进行更多合作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谭森表示 美国企业正加大 对其在中国供应链的投资 期待和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 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有50%的受访美国企业 将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三位投资目的地 华南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报告则显示 在投资回报方面 88%的受访企业表示 已在中国实现盈利 有超过50%的受访企业认为 其在华总体投资回报率 高于全球总体投资回报率 美国商会更加投资于中国的供应链 而这些中国商会在世界上 他们是中国的育成故事 但同时 他们也帮助美国经济 增加和更加强烈 所以美国商会来到这里 都帮助两个国家 健康深 贵 有掌握的 我